我是炎黄子孙演讲比赛 赞助协办国际金山华人服务社 炎黄文化传承基金会 美国慈善教育基金会 美国华人护助会 吴国宝先生 美国华商总会 汉林教育学院 蒋匹鸣谢 曾三省堂 我是炎黄子孙演讲比赛 赞助协办国际金山华人服务社 炎黄文化传承基金会 美国慈善教育基金会 美国华人护助会 吴国宝先生 美国华商总会 汉林教育学院 奖品名借 曾三省堂 我是炎黄子孙演讲比赛 现在开始 下面有请思怡 青岛中文电台节目主持 无限陈启阳 我是炎黄子孙演讲比赛 现在开始 下面有请思怡 青岛中文电台节目主持 胡善 陈启阳 欢迎大家来到2018年 新岛公展会 我是新岛电台 国语台主持人胡宣 我是青岛电台 粤语台的主持人 陈启阳 我来自于中国大陆 我来自于中国的香港 不管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我们都是同一个根 是的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决赛 进入到今天 我是炎黄子孙演讲比赛的选手 可以选择用国语或粤语 进行两分半钟的演讲 以后来不如有请我们今天的演讲 比赛的裁判 他们分别是资深的传媒人 林雁令女士 下面是资深的演员导演 曾丽小女士 欢迎您 也都有我们星岛电台 国语台的总监 海祥先生 下面是海外炎黄子孙 拜祖大典总指挥 杨磊先生 也都有汉林学院的校长 严小南女士 再次感谢所有的评委 那么让我们事不宜迟 赶紧请出我们的第一位参赛者 美喜庄安 她今年十岁 来自于五年级的 让我们来有请她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Joanne Oh 妈妈 我说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中文名字 就是美喜庄安 美是美丽的美 喜是千禧年的喜 是吉祥的意思 着是着月的着 安是平平安 大安 美丽 吉祥 卓越 平安 哇 这不仅符合了我的英文名字的音 还把妈妈对我一生的期望和祝福 都包括在里面了 从我的名字 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字 是多么的智慧奥妙 中国的文化是那么精髓博大 在第一届的海外延环子孙伴祖大典的彩排中 我听到了一首中国歌曲 名叫《名叫皇帝宋》 那优美的曲调在我耳边飞啊飞舞着 让我陶醉 让我心跳 多么和弦幸福的歌呀 反复来自天堂 我想随着这个优美的曲调跳舞啊 我要跳舞 于是我恳求了主办方 莉莉主席和Mary老师 让我跳这支舞 他们答应我了 我终于可以在舞台上尽情地跳啊跳啊 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对一名延环子孙是多么的美好 从那时候起 我就有了一个梦想 我要去传递这份美好 我要作为一名中国和美国文化艺术传递的大天使 于是我和妈妈带着和我一样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小朋友 去参加了去年第二届和今年第三届的海外延环子孙败祖大典 因为我也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延环子孙 今年四月我荣幸地被邀请到中国河南 参加新政皇帝孤礼拜祖大典 代表海外华裔儿童在天地人和皇家的高台上 泛飞和平歌 泛飞对世界和平的向往 泛飞我的爱 我希望和平歌带着我的梦想 带着我的爱带着中国文化飞向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名炎黄子孙 谢谢大家 大家掌声鼓励美喜中恩带来的炎黄子孙表演 下一位选手是周罗莉 她今年也是十岁五年级 有请周罗莉小朋友 下一位参加者也是周罗莉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罗莉小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就是龙的传人 炎黄子孙 每当我参加三番四炎黄子孙 拜祖大典 我都会深深地体会到 我自己很骄傲 还有我很爱中国的文化 我就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是龙的传人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 我都会想起我的伟大的祖国 中国 中国人不怕苦 不怕累 很有爱心和关心老人家 比如我妈妈这一年带我去看 我的九十三岁的太公和太婆 我的太婆就跟我说 你给我多少钱都没用 只要我看到你们 我就开心了 所以要是你们有空 要多一点看你们家里面的老人家 我要发燃中国的优秀美德 发燃到世界上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 有多么优秀 我喜欢中国的旗袍 中国的旗袍 高贵 优秀和漂亮 我也喜欢中国的旗袍 旗袍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撒进皇府来 潘然在流车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无论我身在何番 无论我住在何处 我都是龙的传人 无论我身在何处 我总是爱你中国 中国啊 中国 我的祖国 千万里 千里万里 你在我心里 中国啊 中国 我的祖国 千万里 千里万里 总在我心里 中国 是我们临近的港湾 中国 是我们慈祥的母亲 多少回 我面朝东方 深情地呼唤你 中国 我爱你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大家掌声鼓励 谢谢周罗莉小朋友 下一位参赛者是黄宋恩 他今年十一岁 下一位的参赛者是黄仲恩 他今年十一岁 大家好 老师好 同学好 我叫黄仲恩 我今年十一岁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我是黄子孙 有一天 妈妈开车往我外出 在车内停到星岛中文电台说 贤王子孙的事 我好奇地问妈妈 什么是贤王子孙 妈妈之后带我去图书馆 做了一些资料搜集 我就对贤王子孙 有了初步的了解 原来在中国的古代 有两个著名的部落首领 盐和皇 盐是盐帝 王是皇帝 大约五千年以前 盐帝和皇帝一起打败了 霸道的狗狸部落首领 雌游 盐帝和皇帝战胜后 两个部落结合最起 壮大部落的实力 一起开发中原地区 盐帝发明了种菊技术 使人不再挨握 皇帝狗人们打鱼 首领 使人得以为生 他们统一各部落的生活 生产 习惯 语言等各方面的交流 经过长期的发展 这些部落慢慢形成了 华夏民族 因为盐帝和皇帝的贡献 是我们不再割着原始的生活 他们是中华民族 古代文明的祖先 虽然我是身在美国 但我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 从小我就学习 从小我就学习中文 是黄宋恩小朋友 接下来的一位参赛者是Carol Young 她今年十岁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Carol Young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炎黄子孙 有一天晚上 我看了一部 皇帝打赤油的电影 等到我睡觉的时候 我躺在床上 怎么也睡不着 头脑里都是皇帝皇帝 后来 妈妈进来问 怎么了 我说 为什么大家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 妈妈说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 很早很早以前 中国有很多很多部落 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头领 有一次 炎帝部落看中了皇帝部落的地方 就想住下来 可是 皇帝部落的人不愿意 结果就打起仗了 打了三次仗 他们讲和了 住在一起 相互帮助 相互学习 大家相处得很好 这样就形成了炎黄部落 后来 其他部落也参加进来 逐渐就形成了中华民族 所以 中国人把皇帝和炎帝叫做 中华民族的始祖 就把自己叫做炎黄子孙 皇帝的陵墓就修在中国陕西省黄陵县 现在每年清明节时都会有许多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到那里去祭祖 听着听着 我的眼睛就慢慢地闭上 我梦见我飞到了黄河边上 美丽的黄帝灵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Cary Young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者 杨凯悦 她今年13岁 有请下一位参赛者 杨凯悦 大家好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 溯源炎黄帝中西来河壁 从小爸妈就给我们讲 二郎神阳简 讲杨家将 讲盘古开天 炎黄二帝等等 这些故事都铭刻在我的头脑里 我们杨家就是炎黄大家族的成员 我在沉浸市双语教育的Stoneberry 读了六年小学 英文和中文一半一半 我们天天都会把东和西的东西结合起来 我们家经常回国 每一次都有些故事可以说说 有一次我跟着我老爷去印大幅照片 恰好来了个美国留学生想要印印术照 他用中文连说代比的奖力大通 但和老板简直就是鸡同鸭讲 我老爷鼓励我去帮他们翻译沟通 结果小伙子很满意 照片管的老板更高兴 老板夸我聪明又热心 从那以后一有机会我就尽量帮人 但是事情并不总是那么顺当 话说我有个亲戚阿姨前年生了个小宝宝 我们到他家去看他们 当然聊天小孩不能随便插嘴 这是中国的家庭礼仪 阿姨的先生是早期欧洲移民的后代 他也插不上嘴 阿姨给我个机会 让我给他先生解说一下 当时大家聊的话题是打算给小宝宝做满月 请满月酒 我大大咧咧地开讲了 我说 at the full moo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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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得顺畅流利 但看我那美国姨夫 似乎听得云里无里的 他大概在想 这个full moon和我的baby 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预亮员就要请客 看他满脸狐疑 我妈妈轻轻地说了一句 when the baby turns one month old 我说的这父母是指月圆当空的满月 这和做满月的满月字面相同 意思可是完全不同的哦 这一下子就引到大家哄堂大笑 学中文不单是要说话 更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啊 我在年初考过 汉语水平考试五级 当然很高兴 我会努力利用中英 两种环境 两种文化 融会贯通 来个中西合璧 每当碰到困难 我总会想起那本 孔子学院奖励给我的 论语书上的第一句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吧 谢谢杨凯月 带来的精彩演讲 我一直鸣刻于心 但是仍有很多的疑惑 妈妈常对我说 不用怀疑 儿子 你当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炎黄子孙哦 听到妈妈对我的回应 我心里踏实极了 虽然我是出生于香港 但是我的黑头发 黑眼睛 黄皮肤和我祖籍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就是我炎黄子孙最明显的象征 我是炎黄子孙 现在我身居在美国 尽管我在英文学校读书 但是我对拥有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热情 却毫无减少 我每天课后都去中华中学校学习 我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 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四大发明 我们有流芳百世的唐诗颂词 我们有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 我们当然还有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 这些都是让我引以为荣的 我是炎黄子孙 现在我每天课后都去中华中学校 学习中文 书法 传统舞蹈等等 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我要努力学习 继承和发扬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因为我是炎黄子孙 谢谢大家 谢谢袁振带来的精彩演讲 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者 李慧玉 他今年十一岁 下一位的参赛者是李慧玉 他今年十一岁 大家好 我叫李慧玉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炎黄子孙 在当今世界 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以宽广的胸怀接受过去 以积极的态度前往未来 他以独特的文化政府世界 只是为了证明中国的真正实力 所以我要自豪地对全世界说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我是炎黄子孙 2008年5月12日 那惊心动魄的时刻 使文川 北川 青川等地 都被摧毁了 但这条东方巨龙并未倒下 中国人心连心 众志成成 抵抗地震带来的灾难 让全世界看到了英雄的国家 中国 再回顾一下2008年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 在中国北京举行 经过这一场奥运会 中国运动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时也在向世界展示 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 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 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的风采 我为此感到骄傲 因为我是中国人 明天 祖国会有更多人才 祖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鲁迅说的对 唯有名魂是值得宝贵的 唯有它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真的进步 正因为这样 我们必须要努力学好中文 长到后 为祖国争光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祖国 相信它 会变得更加发达 更加强大 我骄傲 我自豪 只因为我是炎黄子孙 谢谢大家 感谢李慧与小朋友 带来的演讲 下面一位参赛选手是 陈浩瑞 他今年13岁 大家好 我叫陈浩瑞 我叫陈浩瑞 今天我要为你们演讲 我是炎黄子孙 五岁那年 我随父母移民来到了美国 那时候 我妈妈不断的告诉我听 你是中国人 可是呢 我五岁那个小脑呢 就总是不会记得 所以 那时候呢 我只记得 我是从中国来的 六岁那时候 是我最痛苦的一年 因为呢 我要学中文 学中文呢 是很难的 拼音虽然和英文字母 差不多一样 可是呢 说起来就根本不一样 四个声调 每一个都不一样 说错一个你想说的词呢 根本的意思就不一样 所以 我还有一件事呢 就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要学中文 大家周围的人都在说英文 那 为什么我要学英文呢 那我一边哭一边问我妈妈 妈妈就说 儿子 作为中国人 你一定要学中文 学中文会给你带来好处的 坚持下去吧 听到他这样说 我也没办法了 我只好坚持下去 现在的我 学了不少 我学了中国文化 汉字和笔墨书画 还知道 从盘古开天到你挖造人的神话故事 最重要的就是 盐帝和皇帝 创造了我们华夏民族的故事 我们是华夏的儿女 盐黄的后代 滔滔的长江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 李白的诗中写道 孤凡圆影 避空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说明了 长江的广阔无边 奔腾的黄河 补育了世代中华儿女 诗人黄之幻 著名的诗句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倒进了黄河的气势与磅 还有许多唐诗诗词 无不体现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雄伟与气势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的祖国 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世代发明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 文房四宝 笔墨子燕 构成了文化的精髓 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 一代代普通天下之人 孟正和下夕阳 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我在学校学到了中国的美德 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 诚实手信 我还学到了明儿号学 不只下文 学海无牙库座州 我常常在中华文化的 我常常在中华文化的 的 的 好 好 好 也就是我们 盧佩宁先生曾经说过 美国人需要多一些了解中国 中国人需要多一些了解美国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我的老师也曾经说过 只要学好中文 在座的各位和我都将会是 中美两岸关系的桥梁 所以学习中文的好处 就不用多说了 况且中文的好处也不仅如此 中国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 每个字的背后都有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例如男人男这个字 虽然这个字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从这个字我们能知道 男女在那个时候 也是分工合作的 怎么说呢?把男这个字拆开来读 会分成田和栗 说明男人的主要工作 是耕田和种地 但我学习中文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自我救赎 救赎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ABC这个词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我就是因为ABC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蛮尴尬的 为什么会尴尬呢? 因为当我想说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有美国护照 但当我想说自己是美国人的时候 身上却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所以学习中文能帮我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 一个我在英文学校发生的故事 上个星期刚开学 我和我的小伙伴 在学校的食堂里聚会 聚会的过程中 我们在讨论各自都在修什么课 大家讨论的七嘴八舌 讨论的过程中 我听到我的一个白人朋友 他说他在修AP中文 听完之后我陷入了沉默 为什么会沉默? 因为我认识一些身为炎黄子孙 却不会说中文的人 但一个白人 一个外国朋友 他说中文 学中文 学得比我们好 学得比我们努力 那我们身为炎黄子孙 又有什么借口 不去好好地学中文 还有 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自己的孩子 抱怨说 为什么星期六星期日 我们要到中文学校上课 而别的小朋友就可以去玩玩耍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身为炎黄子孙 我们就有义务责任 去继承和传播中文 所以我希望我演讲完毕后 我希望大家的学习中文的态度 能从被动改为主动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邝景东 为我们带来的演讲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对演讲者 他们分别是姚志聪和吴明熙小朋友 下面是我们最后一对的参赛者 是姚志聪和吴敏熙的 尊敬的评委老师 叔叔和阿姨 大家好 我叫吴敏熙 我今年十岁 我从美国出世 我爸爸来自中国 广州 我妈妈来自中国香港 我叫姚志聪 今年十岁 我爸妈都来自中国台湾 你知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哪个啊 我知道你的祖先是炎帝 你又知道我的祖先是谁 我知道你的祖先是皇帝 哦 原来我们都是炎皇子孙 哦 原来我们都是炎皇子孙 哦 原来我们都是炎皇子孙 你知不知道香港人喝的那些水是哪里来的 哦,原來喝的都是故鄉的水 我們要飲水思遠 無論你來自中國、台灣、香港 還是美國 我們都是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 我們都是野火的孫 我喜歡這個名字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 同肝同主同圓 我佩和睦和諧 我們一定為天下無敵 我們都是龍的船人 你今天喜不喜歡我們這個演講啊 我們要把今天演講的題目送給中國香港、台灣兄弟姊妹 送給所有的營王之事 我們有個大...謝謝大家 我們有個珍惜給大家好不好 有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再次感謝我們小朋友的精彩表演啊 尤其是最後一個跑上來跳舞的啊 這也算是經典中的經典了 非常非常特別啊我覺得 是其實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演講比賽當中啊 大家都可以看出來 我們很多的小朋友 雖然他們出生在美國、長在美國 但是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化 不管是炎帝、皇帝、不管是地政 還是各種各樣的東西都非常非常的重視 是啊,特別是我們在美國呢 是學英文的嘛 要能夠在這裡學中文 還要在台上演講呢 我覺得真是不簡單啊 是,所以說我們也請全唱的觀眾 再給他們一次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謝謝 現在呢也到了我們的評審 基金打分的時候呢 讓我們也稍微放鬆一下 讓我們來邀請 2011年兒童才藝比賽季軍 Tiffany Wong、黃家綺為我們帶來表演 好,以下下來呢 就有我們2013年的兒童才藝比賽季軍 Tiffany Wong、黃家綺帶來表演 一千 作詞 何時 黃家綺帶來表演 雖然 石碍,將領著 我家綺帶來表演 好,以下東邊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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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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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